欢迎来到林家小院,今天我们继续更新3月9号到21号的练苗日记 我们现在看一下3月9号到13号的天气情况 3月9号到12号最低气温都在3度以上 3月12号夜里开始降温,3月13号凌晨会降到零度 所以3月9号到12号每天的练苗就是白天十万练苗 晚上照上小温室 3月11号早上8点,现在的温度是5度 现在是3月11号上午10点多一点 现在的气温是10度左右 拿开温室之前,这些小苗还挺好的 温室拿开之后,你看这些茄子都有一点蔫了 今天的温室拿早了,应该等气温升高一点再拿开 这些是上次换盆的时候多出来的辣椒苗 一直放在楼下那个练苗架子上 明天早上最低温度7点多的时候大概是7度 所以我一会儿要把这个小苗都盖上 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这种操作 等到降温降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也把它搬到屋里面去 现在是3月12号早上9点半 现在的温度是6度 今天的最高温度才是10度 今天下雨,今天就这样了 今天一整天都在这个小温室里面 现在是3月13号早上9点半 现在的温度是7度 现在是11点,是8度,但是太阳出来之后就觉得很暖和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小温室拿走 现在11点我把那个瓜类也都搬出来了 在太阳下,其实温度还是挺高的 就是有点风,吹的有点凉 你看有点蔫了 过会儿就好了 你看这个温度有点低 然后这些苗都搭了 然后那边的也吃 但是你看这个 在太阳底下出的这些芽 然后太阳晒它们一点事没有 它这就是不一样 你看这个西红柿没事 西红柿不要紧,在这里跟辣椒有点垂头上去 辣椒不带寒 感觉西红柿比辣椒带寒一点 你看 现在是3月13号中午1点半 现在的温度是14度 早上的时候这些辣椒不是有点拟 你看现在都好了 它那个冷空气一冷 它就有一点搭了 你看现在温度上了那就好了 然后这个西红柿我感觉比辣椒更耐寒 西红柿冷了它也没有搭了 然后这些是刮的 越来越多的都在出芽了 现在这个温度挺高的 太阳底下现在温度上了 也没那么凉了 看早上大辣的这些辣椒都蘸起来了 所以早上冷的时候可以晚一点揭开 现在是3月13号下午4点半 现在是14度 但是温度有点降了有点凉了 但是这个瓜好像又有一些冒头了 看 这个一点都不怕太阳也不怕凉 因为它就是在太阳下面出的阳 然后那些好像还稍微有点怕 现在有点降温 所以给它中心照射 那些都拿到屋里面逼出温室去了 这是3月13到25的天气情况 其中3月14到16 3月19到21有两次降温到零下 现在是3月13号晚上11点 现在是5度 我要把这些苗都搬到屋里去了 因为今天晚上会到零下 现在是3月15号早上9点 昨天晚上的霜冻 把这个月计划都打灭了 马上就9点了 现在的温度还是0度外面 中午12点温度是9度 但是不像昨天似的有风 所以感觉挺暖和的 我把所有的苗都搬出来了 我要给我的小苗施肥 这次用的是酵素 这是五加仑的水桶 然后这个是凉被 这个是酵素 这个酵素是我2020年做的 做了好久了 然后现在给这些小苗施肥 我们先看一下小苗什么情况 你看这个土也有点干了 而且小苗的颜色有一点发黄 它可能需要更多的营养 然后吃的肥也不是很多 辣椒还挺好的 今天气温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没有风 所以温度感觉很好 所以现在我来给小苗施肥 我的比例是1比250 这个是酵素是加400 然后加到这个5加到水桶里面 我先把它晃一下 然后倒到这里面 有一个提醒是这个酵素 就是已经密封了很久 打开之后要很快用完 要不然它会变颜色 就变成黑色的了 不是这种橘黄色 然后把这个倒到这个里面 抽吸一下 这次我就五五一个一个浆了 我会把这个 拿在这一勺 热过去 把这个里面 然后慢慢地往上吸 这个小苗先不浇 因为它们还小 看到网上那个比例 一比一千 一个比一千有的 我觉得太少了 这个下面都是干的 水浸的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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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施肥就很快 而且这个肥也不是说特别多 一盘大概给一升肥水 五加仑的肥水基本上都用完了 这个是试完肥了 然后虽然这个直接从屋里拿到大太阳下面 但是我感觉这个小苗还挺好 也没有搭了 因为温度上来了 不像那天是因为温度很低 所以它那个 它蔫了不是因为太阳晒的 是因为冷空气 然后你看这些辣椒一点都没有搭了的脑袋 推着帮我看着小苗防止松鼠来偷吃 现在是3月15号晚上10点半 现在气温17度 晚上要降到零度 所以把这小苗再搬到屋里去 现在是3月16号上午11点半 现在的温度有12度 所以我要把这些苗都搬出来了 这个瓜类我发现每一次在阳光下 就是晒一天就会有很多的种子出芽 比在屋里的话出芽更快 这个黄灯果 它这个芽这么小 然后太阳也晒不死 因为它就是在阳光下出的芽 所以它一点都不怕光照 现在是3月16号晚上8点 现在温度是13度 然后我要把这些小苗拿到屋里去 因为今天夜里最低温度是7、8度 晚上还是用这个罩上 这两个就不占了 因为没那么多小的温室 现在是3月17号晚上12点钟 现在降温凌晨到大概有2度 所以这些都放在外面 现在是3月18号早上快9点了 现在的温度是3度 昨天晚上最低温度是2度 2度也没事 其实只要是淋上都没事 很好 这也没问题 今天晚上是太冷了 零下2度 我要把这些苗搬到屋里面去 现在是晚上9点半 松很大 夜里要降温 搬进去之前照张照片 今天特别冷 3月19-21号降温 所以我把辣椒 西红柿和茄子都留在室内 只在中午最暖和的时候 把瓜类育苗盘拿到外面去晒太阳 你看这两天的低温 把这个柿子树拔到那个心芽都冻死了 还是挺冷的 这是蓝梅 蓝梅也受冻了 不知道产量不会受影响 现在是3月21号中午1点 现在的温度是14摄氏度 我把所有的小苗都拿出来晒太阳 在这个网站输入我的ZIP Code 我可以查到我们这里的最后一次霜冻日为3月31日 这是未来7天的天气情况 3月22-28最低气温都在40摄氏度以上 除非有特殊情况 我们这里的气温应该稳定了 所以以后的裂苗就是白天晚上都可以留在室外了 裂苗日记就做到这一期 接下来瓜类换盆和别的视频 会顺便更新我的裂苗情况 关于小苗试肥 由于小苗越长越大 以后的试肥我会用同样的配比 1比250 每4天试一次酵素肥 下一期瓜类换盆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林家小月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种菜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